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棠,我媽媽這個環節有Samuel在 Samuel你好 Hello,梓棠 我先提醒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帶你204、6566問候我們專家的意見 有種問題,電郵到ASK、BHChannel.com 或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也有準備直播 大家開播,大家可以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看一看我事先,都是拉腳 期指結算,現在恆指跌57點 206812點 國企指數跌6點,7085點 大肆成加567億多 看看外圍,看看大陸股市 叫做靠穩的,上證升18點 3293點,升大0.5% 深淨成份指數也是,靠穩升76點 12476點 戶心300指數升20點 4245點 我們之前有時候說,看聯儲局的議息 一如市場預期,加0.75點 但你觀望完,市真的拉了很久 之前就是日升日跌 今天看完聯儲局的議息和會後聲明 都是這樣啊,市場 想怎樣,今天還要期結 成交又不大了 整個七月份,其實都很難捱 後市,你又會怎樣 期結過後,今天市場仍然這麼暖 明天就會出美國GDP 那個後市,何時才會起碼活躍一些 今天那個波幅實在太小了 如果你說看外圍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不差的 你說,可能納指昨晚都升了4% 但是港股的因素 上個星期,或者整個星期 一直都提的 就沒有什麼解決到的 包括,其實重點都是看著 中美那些的關係怎樣變化 例如就好像說 拜登和習近平 應該今天的時間 星期四的時候 會通電話的 可以看一下 到時候會不會有機會 談到一些什麼出來 但是現在暫時 因為就著佩洛西 就是佩洛西 去台灣訪台的一個問題 中國那個反應就叫做比較大一些 所以 現在大家在擔心 會不會有些軍事行動出來了 因為中國曾經也警告過 所以 大家不太敢去買貨 我覺得都同樣地算是合理的 而且你說有負面因素的 或者你說一些受制裁的 都是因為說中美的關係緊張 然後都會叫做一些退市的風波 或者說你說受著 美國SCC有些監察的板塊 所以我覺得今天來講 或者你說這一段時間 如果剛才提過的 中美關係沒有改善的話 其實那個時候 一直都是在這三四八點 就是這樣 嘔吐先的 其實指數上方便 雖然就打不起 但是都沒有說真的 很沽得下去 就是說你說 利淡那邊的消息 雖然是多 但是你說淡油也都沒有說 保持著可以將市推得很低 你說過去這幾天 曾經有一天 即是說7月25號的時候 就跌多了一些 但是很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維持了在20,058點左右這個範圍 至到20,098點 即是21,000這個關口前 就停了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暫時的指數上方便 都不算真是很有突破 只不過大家都 還要等消息 你說向上炒的消息 的確是叫做差一點 但是你說想沽下去的 那個力 這一刻又不是很夠 整個兩個星期 都是保持著很大部分的時間 一兩天是多過一千億 但是你說其他時間 都是八百多九百億左右 的話 暫時在這裡做了一個很窄的環區 就沒有其他信號 例如你說 RSI現在暫時都是低於四十幾 但是 成交量方面 又沒有什麼改善呢 唯一可以留意的 就是 最近就看到 MACD 開始叫做有些少的改善 就是說你說那個 紅差距的問題 就是說綠色的紅差距 其實開始收窄 但是指數上方面 處於一個橫行的區間 那就是其實 沽那個力度 可以說是 慢慢縮小了 跌 那就看一下 你說會不會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看一下 那條黑色線 會不會踏上去 那條紅色線上面 就是說你說做成一個 短期的牛訊號的話 那有機會市場就可以看好一點 就是至少可以彈高一點 譬如好像以上一次階段 曾經出現一些很短暫的紅差距 牛的訊號為例的話 出現紅差距 但是有牛訊號的時間 就是看著4月28至4月29這段時間 都是出現類似的狀況 都是你說拉著有個很小型的紅差距 然後出了一個牛訊號出來 那就彈了一兩天 就是說 29日至5月3日的時候彈過一兩天 最高就彈到上去 所以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到這些訊號出來的時候 要彈的都可以大概在兩三天之內 差不多彈了一千點上來 所以大家多等一等 好啊 看著這些訊號 既然大家現在都沒有什麼方向 外圍又跟不上去的時候 外圍又跟不上去的時候 我們呢 港股指數太悶了 都要不如回答一下問題 或者講一下個股 有人問317上網多少 中旋防務 剛才你都講到 佩洛西是不是訪台 現在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美軍都出了聲 就是說會確保他的安全 如果他真的成行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是 拜登和習近平講話之前 比較一個重要的一個變數 就是如果他真的訪台 可能會令到中美關係轉差 或者甚至乎可能 談不成電話 另外就是中旋防務 這些股份 你自己有些什麼想法 這一隻過去這幾年 其實都是繼續當一隻軍工股的概念去炒 所以你說這幾天的關係比較緊張 炒上去我覺得都合理 還有你說今年來 美國和中國 其實他們自己都加了這個軍務的budget 在GDP裡面的佔比 其實是多了一點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樣那個盈利突然之間 提升很多 其實我覺得就很短時間炒一轉 你說比較像的 就會是去年12月的時候 曾經都是在一個星期之內 炒高了一段時間炒幾天左右 最高其實都是標度上去大概 挖著8.3左右樓上 已經出了一些上影線 即是出了兩條上影線出來 都是挖著大概8.1至8.3樓上 即是開始看到有點壓力 所以今天的高位 你說已經上到大概8.1.5左右的水平的話 我覺得就已經大致上算是炒得七七八八 你說再彈上去那個空間 或者你說那個力 其實就應該不是很夠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追上去的 即是叫做贏的波幅 應該就不會真的叫做賺了很多 除非你說之後等它慢慢回下來之後 才叫做再買博 好像說兩個的關係沒有改善過 慢慢逐次這樣炒上去的話 可能都叫做有少少波幅去炒 但是今天來講已經見了一個低高的話 低高已經去到大概8.1.5 我就不會太貪心了 即是我寧願它一路慢慢退下來 回到到7元左右的水平 那才叫做再考慮再拼過 那就看看再拼到它的頂 再拼到8元左右的水平 好啊 那317還有一隻992 一隻聯想 終於回回家鄉了 可以看多少幅圖 又真的似乎是挺漂亮的 都在底下 還有很多次了 1、2、3、4、5次 來到6、9、7元這些位置 又回回上去 現在的價位才是它家鄉 即是附近的位置 但是跟我們之前的範圍都差不多 有沒有機會可以再向上突破 即是現在992這些位置附近買 應該怎樣去處理 如果回家鄉的話 就可以 我覺得多持一會兒 反正都捱了一段時間 首要的那個阻力軌 即是說說 由2月21日開始做了高位 拉下來的第一條 最近一點的阻力軌 其實是昨天已經成功突破了 所以勢就不算差 現在正在試試第二條阻力軌 就是說你說 由再遠一點的高位 拉出來 曾經做了一個收窄三角形的 叫做形態的阻力 所以暫時應該是 這個水平會叫做阻力比較大一點 因為移動平均線都算是高一點 就是說你看著100天線的話 其實都是摘著這個水平 所以我覺得收窄的形態來說 短時間之內 近一點的那條已經叫做升穿了 其實有條件可以再望一點 但是因為這幾天這樣叫做升了上來 繼續出幾支揚竹 都叫做要少少時間去消化一下 還有因為這條100天線的位置 距離之前的頂 6月27、28、29的時候 那個頂也叫做比較近一點 所以我覺得就可能需要少少時間等 但是向上突破的機會 暫時是叫做比較大一點 如果看現在的勢的話 處於收窄三角形態 而且不算之前那條遠一點的線的話 就是說收窄完之後 然後向上突破到的話 其實是有條件望上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反正都回到這裏了 可以叫做駕駛多一會 等下它 就是今次升穿了之後 首要就要做些回調的 就看看它會不會可以 守得住大概應該是7.5至7.5毫 三了這個水平 那就盡量不要跌穿著 那需要少少時間 考驗這個位置先 嗯 好啊 繼續回答一下問題 三百八未有貨 還有多少上升空間 瑞銀就出了個報告 就講到中概股退市 對三百八的推動作用 他就說如果全面退市 可能會為港交所增加20-25%的日均成交量 轉化為10-15%的收入增長 那麼瑞銀就看買入評級 目標價看四百八十元 看回港交所幅圖 港交所去到三百六十元以下 其實都叫做有些支持的 三百五十多元開始 又有人買回上去 港交所第一就問 現在應該是短線還是怎樣 因為成交真的比較小一點 應該偏短線還是中長線的部署策略呢 如果沒有貨 是否都可以等它回到五十天線 才再去考慮呢 我覺得這幾天的勢是改善了一些 還有你說要回到內條 五十天線就好像軟了一些 短時間之內 我覺得應該不會回到這麼深處的 因為目前大家都是在等 比如好像阿里那些股份 回來香港給北水買 那些行平均股 北水買入來的那個量 應該大概如果只是計阿里的話 可以計到千多億出來的 但是如果計上其他的中概股 那些基本上就應該 加上二千多億左右 所以成交額方面 都叫做有些少幫助的 你說突出來這一堆都可以 算是叫做多了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但是你說短時間之內 因為沒有出這些消息出來 現在暫時就是在炒衝勁 然後你看到阿里只叫做炒一天的話 可能要給少少時間 反而我覺得大機會的 就是他們這幾天 試回去之前的項線的位置 就是說你說 由七月底開始做完突破 然後一路回調 試回去之前的項線的位置 就是三百六十塊這個範圍 支持就應該叫做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 你說沒有貨的話 回到大概三百六十塊左右 才再買的話 就算是比較合適一點 那市況方面又 未算太差的 如果你說以北水來算的話 計算昨天開始 就是連續有七天 都算是叫做淨流入的 所以成交額是小一點 但是至少北水 就沒有很明顯地 散貨住的話 我覺得都頂多一段時間 嗯 好啊 我們不如聽聽家庭公眾的電話 再回答一下YouTube上的問題 電話旁邊 應該是梁小姐在這裡 梁小姐 你好 是呀 你好 是 想問誰的部分 我已經有少兩個貨 那麼現在呢 這個價位呢 今晚不能買貨 可不可以再加些 11號嗎 恆生 是呀 好 恆生如果看股價走勢 這陣子都是一般的 今天大家都是很關注著 那些銀行會不會加貸款式 só 匯豐也是說了 P保留在五厘 恆生只沒有公司 那 恆生也做很多的mortgage 但是今天呢 都要再跌大約1% 本身有少量的貨底 11號 但是現在呢 大家那個關注點就是 未來可能會不會有些經濟衰退 樓市放緩等等等等 很多這些問題 百業之毛 銀行股 11號 就是应不應該去再加注呢 他有沒有說到平均的買入價 沒有沒有 他說他本身油貨 我預計他再高一點的位置 他想再加多一點 我覺得暫時還沒有時候 因為恆生除了你說 如果整個銀行版法來講 今天就暫時只是加了一個存款利率 但是暫時就還未加P 即是還未加借貸利率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 還未看到這個加息的信號 可以受惠到他們的銀行的利息收入 然後恆生還要再加上 就是有個內房的隱憂 他過去這幾次的業績 做得差一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在內房的資產減值上面 就要做一些撥避 所以大家現在都害怕 恆生會不會是有機會牽涉到 近期內房的風波 可能會叫做 影響到他們接下來的資產質素 或者說他們還要做一些減值 所以恆生這一段時間 其實你說見到 比起即使不說匯控 只是說一些本地銀行股 都真的叫做跑輸得比較多 比如說你說拿一隻二三百八來給的話 所以我覺得暫時 如果大家都還在害怕內房那件事的時候 還不是時候 我變成了 如果你說要想撈貨的 起碼都要等它試多一段時間 看看會不會你說試近期的低位 就是說你說挨著整個五十二周低位 挨著一百二十三元左右 才再考慮 暫時這兩天拿著一支陰燭出來 試近期的低位的話 那就很明顯都還未算真的叫做企穩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觀望一下 你說挨著低位打算試一下 都合理的 但是我覺得 看看能不能站得到企穩 如果你說 彈高一些可以出一些下影線出來的 或者說你說出一些羊竹出來的 那我才再考慮短線去追一陣 比如就好像你說 7月15、18號的時候 你說接連出了一支羊竹出來 都是收day high的 那就是出這些信號的話 可以短線追一下 但是暫時我覺得 算是叫做好站得穩的話 可以叫做等一等 好 那多謝了梁小姐的電話 恆生不要緊急 Samuel的意見 再看看問題上面 2319之前 我記得有人問了 蒙牛都是一些羽葉股 但是飛河裏面發出一個刑警 蒙牛應該都不撐 蒙牛暫時 那天上次回答完之後 其實打算試分近期的底 試分52周低位 但是就差一點 還未是真的叫做好 落得了 那現在暫時就彈了 跌上來了 彈了大概2-3% 那我覺得你說這些位置去試一下 都叫做沒有壞的 就是說你說 拿指示位最多都是叫做拿近一點 拿回你說 26、28號那些低位的話 那都合理 那因為呢 上一次提過了 就是想著是 如果 因為當時答問題的時候 應該是 7月22至26號 就是說 整天都出些 很長的音竹出來 每次推到去的低落的話 那就不建議接貨著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 暫時出到些羊竹 想著有些承托力的話 可以博一博先 那起碼就可以拿回近期的低位來做個支持 那如果你說這一刻去博的 那個的指示位 就設落去 5月10號 到你說 6月10幾號 曾經做了幾個底部的位置 那就是說你說 挖著 去到大概 35個半這個水平 那就考慮去 短時間之內做個指示 就當自己 搏反彈不成功的話 都合理的 這段時間 首要的目標 如果你說要 補回7月的這個 下跌浪的話 首要的 0.382 就是說黃金反彈比率 應該大致上是 上到36.9左右 那就是去到 十天線的位置 就看看自己 搏上去的話 那個直播率是 吸不吸引 好 除了夢牛 都是一些內需的 有人問 藍月亮 6993 洗衣液 出了15號的時候 應該出了 出了一份中期業績 如果我們看完 他的圖 他之前就拉了一段 然後上了去 又滾下來 現在都是一個 拉鋸的狀況 6993 入不可以 中期業績 買洗衣液 都是要 應該有虧損 上半年的綜合虧損 大約是 1億3千多萬人 之前發了一個 6993 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今年的虧損 是多了 就是半年虧損 1.3億 然後再上一年 就是2021年 主要是虧損 4千多萬 但是你說裡面 大概有1.4億 是因為外匯的虧損 所以只看一條 底線 主要是因為匯價問題 因為人民幣和美金 兌換狀況 現在人民幣最差 大概只有6.5 6.6 這些水平 現在反彈多些 所以就變了 只扣外匯虧損的話 其實它有少少錢賺的 所以就不算很差 但是股價上面 就弱了少少 暫時就不算很夠力 但上去的機會 或者空間 都有的 起碼250天線夠近 就是說要試上去的話 都未必需要等很久 還有說上星期開始 慢慢出了MACD的牛訊號出來 就是牛訊號開始慢慢擴大了 由7月22、25日開始 多了一點 所以其實 我覺得可以跟進一下 但是現在這一刻賣下去的話 就純粹做第一個 來搏它可不可以升穿 那條250天線的話 我覺得就早了一點 我覺得起碼要等到它 自己上到250天線的時候 才再追的話 那就順風順水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應該要等它回到 這幾天的低位的位置 給我選擇的話 我會下到藍色的 這條是50天線 和10天線的交界位 就是靠著6.23左右 才去搏 如果你說以業績 或者說炒疫情左右的表現的話 其實就不會是這兩個星期可以幫到手 因為消息出就已經出了太多了 所以就應該純粹等大家等一些技術性信號 一出的話 就順便一起追進去 好 之後回答了973 什麼位置可以買 或者做歐書單 現在就黏住了十天線 25元這些位置 今天出資大一點點的楊竹 那什麼位置可以進去 歐書單的業績 剛剛出來的其實是強的 或者說歐洲的業績 都算是挺帥 所以就 我覺得買上去都可以叫做薄的 不過近期的 阻力位就叫做比較高一點 除了你說突破完 整兩三個星期的 區間去到26.5左右的水平的話 再上一條 又有27元這個250天線 所以就買入的話 本身都應該要設下一點 設到上去 設到這兩個星期的 平均的低位 埋著25.6左右 那我才會考慮的 不過都會叫做一些例外 因為如果你說以整個 技術形態來看的話 那就是一個向上的 收窄三角形 就是說你說現在這個區間 叫做突破了 那就 向上突破那個的機會 其實是叫做大一點的 就是向上爆過的機會 叫做比較大一點 那就多忍一天 看看明天可以出些什麼的圖 如果你說 可以是 埋著26.5 開市的 即是埋著6.5這些位置開市 然後還能保持到 一些聲勢的話 我覺得可以在這些水平去追 但是如果你說 曾經做過兩次 即是說 6月28、29的時候 還有說 7月14、15的時候 都是捱著 26.5這個水平 第二天又吐出來的話 那就可以再等多一等 但是暫時就 看一看26.5這個水平 明天可不可以叫他多少 找呢 即日來講 我就不會馬上去追著 近期的阻力位 比較近一點 好 那繼續回答了 就可能要忍耐一點點 如果你說做整固的時候 就是做整固的階段 其實第一段時間的頸線 埋著36.8這個水平 已經叫做跌穿了 有機會你說要試的話 其實就是要再試支持的話 有機會就要試那個range的低位水平 或者你說下一個的頂 下一個的頂 或者整固期 其實就放在5月頭的時候 就是說你說貼著 其實那個水平應該是貼著100天線左右的水平 所以就下一個那個買入價 或者說那個支持位 應該其實就排了下去 靠著大概32.9 就是其實那條100天線左右的位置 那個機會叫做比較大一點 你現在搏下去 暫時都只能夠是 真的叫做炒少少上落 搏它站在50天線左右的水平 如果你說可以 現在買貨 即使是坐了 都可以忍大概2元左右的 就是忍到下去 跳100天線 才叫做考慮去止洩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合理的 不過我覺得純粹 今天來講 它現在這一刻又不是出一支洋燭 即是說股價又貼著 接近日落的位置 我覺得就 立即買入去的信號 都不是真的叫很多 就是你看著可能 11、12點的時候已經見完 35樓上 那現在就堆下來的 我就不會選擇在這些位置接貨 但如果你說想搏的 純粹搏它 純粹搏它 可以硬一點 再彈上去的話 都會有這個機會 嗯 好 還有太陽敏股 1368 有沒有轉差 同樣 又是回到50天線 12.8這些水平 如果看形勢 有沒有真的轉差 還是這個回調幅度都合理可以接受 其實就未算是很差 不過近期的頂位位置 即是頸線 之前說過 13.3左右 自從7月22日跌穿了之後 就變了一個明顯的阻力 所以就 你說落多少少去搏的話 搏它 可以彈得上去頸線的位置 我覺得都 合理的 現在這個水平 就不差 如果你說貼著 這條50天線 即是這些就叫做 剛剛踩著 這條50天線 你說搏它 可以引到一兩格的話 都還叫做合理 但如果好像剛才那隻 那個圖 你說真的叫做 偏離這條50天線 都已經叫做 有一段時間 那這些就可以 再多看一會 反而你說1368 你說這一刻它搏的話 我覺得都合理 就是搏它 即是這一兩個 就是這一兩個價位 就不會再對心一點 如果你說本身這條陰燭 已經落到去 大概12.6 12.7 左右 那倒進去日落的話 那我就不考慮了 但如果暫時這一刻 還站在這個水平的話 那我覺得又可以 想一想 就是說 你說搏它 彈上去頸線的位置的話 都起碼叫做 賺回大概5毫子左右 那這裡就可以想一想的 嗯 好啊 接著今天多人問一些內需股 都是 986的海倫斯 他就說 你之前聽你說 是不是 挨近16元這些位置 又可以買得 海倫斯 是不是這樣的策略呢 現在 暫時都沒有很差 因為它自從整固完 看一條頸線 即是14.2 這個水平之後 都是拉著 叫做打橫走 也沒有說真的 叫做明顯地跌穿 雖然現在暫時處於一個 慢慢整固的位置 就是如果你說 以近期的一些低位 開始拉上來的話 那已經叫做 偏離了一條上升軌 兩天左右的時間 那是 這兩天是走得叫做弱了一些的 但是就 因為都還叫做出 陰陽足上面 暫時都還黏著一條 十天二十天線 這兩條線走得 都還叫做比較近一點 那 成交兩方面 就沒有什麼 一些太大的 啟示 或者說沒有明顯地 將RSI推下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以再持久一點 起碼可以再看多一兩天 的確 如果你說要拿一條 上升軌來量度的話 其實就已經跌穿了 短期的上升軌了 那今天就算是 第二天 那給它多一天時間 但是它看看有沒有條件 再彈上去 上升軌樓上的話 那我覺得 再決定 是不是真的 它不肯走 或者說看錯邊 現在暫時 RSI方面 其實都還是保持在 50樓上的話 我覺得 可以維持之前的策略 都還是繼續持有 才可以的 好的 還有很多問題 簡單回答 3690 那個 止蝕位 應該怎樣定 它200元有貨 有沒有什麼位置 大家要留心 到了就要止蝕呢 止蝕的話 就放下去 都是近期的項線的位置 就是RG186元這個水平 會叫做比較恰當一點 始終近期的 就算50天線都慢慢向上退 所以暫時處於 三線匯聚的那個格局 你說要穿的話 那個力應該就會大一點 但是你說整個星期 就是由21號開始 一路去到28號 那個牛熊的差距 完全沒有擴大 就是說完全給不到訊號出來 所以就 唯有是等的 你說向下穿的那個風險 或者那個技術位 會是比較近一些 所以我覺得 放下去186元左右 馬上走貨的話 就算是適當 避免它近期這幾條線都穿了 然後一堆 就要堆下去 100天線的水平 嗯 豪華 之後還有問石藥 蟹了的10元06仙有貨 現在可不可以混合貨 還是還是不要混合 但到什麼位置就走了 10元06仙的話 其實就是說 你說整個第一季的頂位 是在之前的水平 就是叫著你說 一月頭的時候那些水平 如果你說 以近期的走勢來講 石藥的確你說 比起那些生物製藥 就說那些2269那些 好很多的 1177其實基本上 都不是這樣跟著走的 所以我覺得你說石藥 再持久一點的機會 或者空間比較大一點 現在再搏的話 就有機會 會慢一點 即是說 一來 今次叫做成功突破 或者出了一支長一點的陽足出來 所以要做個回調的話 應該就要慢慢又要試回去 之前的頂位水平 即是試回到8.5元 那你一是就8.5元之後 才叫做再想去溝貨 看看有沒有得再彈高點 但是250天線應該就 阻力慢慢又會大一點 就是好像3月尾的時候 試了一兩次 接著又回回來 所以我覺得 最好的方法 就應該先不要溝貨 應該抹這隻就可以 慢慢坐著 那個勢的話 都叫做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說想溝 盡快 蛋糕一點 就馬上走回貨的話 起碼要等到它回到8.5元之後 才再想 好 那3331下一次指為達 現在20.8元 這隻如果有興趣 想不想得過 如果你說要駁回調的話 應該可以駁回一點點 就是隔著 10天線下 整個7月頭頂位的位置 即是駁回到20.5元左右去買的話 我覺得就完成了整個後抽的水平 到時候可以考慮一下 好 354在7.16有貨 什麼時候要剪輸 上網空間有多少 現在輸5格 不是算很多 買了一些卡紋 買出價和多少錢止虧 有沒有指印給它 如果你說本身試回 之前頂線的位置 現在就試多了一點 因為看著首要的那個M字頂 即是說說 在7月頭的時候做一個小箱頂 頂線就放了7.2至7.1.5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其實看著價位 因為可能都打算試頂線的位置 所以就在頂線的位置買 都可以接受 指示的位置就要放下去 下一點 即是說到一百天線的位置 一百天線其實就是下一個橫行區的底 就是說剛剛好是摘著6月22號的低位 就是摘著6.8.5元左右的水平 就去止虧 所以我覺得就 這一刻買的話就可能要忍一忍先 暫時就 因為頂線的水平就剛剛踩著一個買入價那裡 所以就比較尷尬一些 如果你說其實這幾天 如果你說再跌深一點點 即是彈不上去 剛才提過7.1.6 7.1.5元的頂線的位置 的話 有機會就要試下去 大概6.8.5元 所以就看看 你忍不忍到這3毫子左右 如果你忍不到 寧願立即現價走的話 那都是一個選擇來的 即是明天給他多一天時間 但是他彈不上去7.1.6元 立即做個止虧的話 現價可能都是輸 大概3、4格左右 好 最後回答一下 27號銀魚 賺錢的 賺1元多 又未到2元多 45.7有貨 多少錢只賺呢 這隻銀魚 銀魚就炒range 即是去到大概48元左右 都沒有哪次突破到 所以我覺得 反正都是有少少錢賺的 但到上去48元這個水平的話 就考慮走一走 如果你說真的很強勢的 或者一些基本因素 就是支持澳門通關的 到時才再追過的話 其實要走完整個區間的量度升幅 即是由38至48 這裡起碼走回10元給你 所以到時才慢慢再追 好啊 謝謝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我回答了很多問題 有沒有持有上次提到的股份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啊 謝謝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